锦下自由市场开启后 西部乱成一锅舟 忽人和泰阳各自达成了目标 忽人不强了阵容深度 泰阳则通过千下歌凳 渡边雄泰 迪奥普等人 包括送走保罗换来比尔的操作 提升风险实力 而且四巨头配置也是联盟独一份 独行下则成功续于欧文 千回小库里 交易得到格位 整体实力也越居西部前四 决定虽然失去两名替补汉将布朗和格林 但是首发无虎还在 整体实力没有太大影响 相比之下 联盟薪资前两位的球队 动静都不大 快穿千回微少和普拉姆利 交易得到小马丁 勇士则宋泽普尔换来保罗 签下约瑟夫和萨里奇 但他们薪资已经是联盟最顶级水准 下赛季勇士总支出 将刷新NBA记录 球队总薪资突破2亿美元 奢侈税支出也接近1.9亿美元 他们将成为NBA一时 让首支总薪资支出超过4亿美元的球队 钱花到哪里去了 库里加赛季成为NBA一时上 第一位薪资破5000万美元的球员 为5192万美元 克莱4322万美元 保罗3080万美元 韦金斯2433万美元 格林2232万美元 除此之外 小佩顿872万美元 卢尼750万美元 库明加601万美元 穆迪392万美元 勇士84%的工资 都给了所谓的五小阵容 但是库里加保罗加克莱加 为金斯加格林这套阵容 平均身高1米94 平均年龄34岁 又老又小 能夺冠吗 我们从一则不起眼的消息说起 早在勇士官 宣珀尔和保罗的交易互换号 当时随堆记者斯拉特曾透露 勇士老板和管理层都认为 在给孤单追至少一年的组合时间 球队在上赛季 经历了各种内红风波 说到底是年轻球员和功勋老将之间的对立 勇士既想让年轻人快速成长 又想保证成绩 实实证明行不通 所以建立在波尔自我膨胀的基础上 勇士选择在相信功勋老将一年 这也是对于库里要求 能和克莱和格林一起打球的回应 在自由市场开启后 格林跳出价值2750万美元球员选项 国王随对记者曾透露 国王曾给格林开出年薪 3500万美元左右的合同 但是格林还是选择 4年1亿美元回归勇士 下三季其薪2232万美元 显然 格林明白自己希望中欧勇士 但也知道球队面临怎样的压力 格林降薪500万左右 帮助勇士节省4000万奢侈税 当然 去年休赛期 未进市市场价值在 3500万到4000万美元左右 但最终只和勇士签下 4年1.09亿美元合同 其先业只有2433万美元 勇士夺挂 老板拉格不花多少钱都不心疼 但是上下门槛 就是4亿美元左右 前任总经理麦尔斯明确表示过 但从下赛季开始 库里加韦金斯加格林合同都在上涨 克莱到了合同年 即便保罗只有一年使用期 可以腾出3000万薪资空间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克莱在勇士绝对拿不到 军薪400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 过去一个赛季 克莱常规赛场均21.9分4.1篮板 两项命中率43.6%加41.2% 今后赛场均18.5分4.2篮板 两项命中率38.8%加36.8% 实话实说 这个效率真的不高 他承载了太多的出手权 真是命中率刚刚过53% 联盟中游偏下水平 经历了跟腱和交叉人呆大伤后 克莱最近两年的比赛 有三点在明显下滑 心态加体能加速度 越是投不进 越要投 经常断了球队节奏 体能下滑 投篮效率下降 经常上半场准下半场隐身 而正因如此 克莱在防守端完全跟不上人 眼神防守 各种漏洞 而他的横移速度 包括无球跑位摆脱防守人 和19年之前有明显差别 第一下就起步来 克莱很偏执 有些时候哭里 都要牺牲自己的出手 去给克莱找状态 这一定会增加克莱心理压力 形成恶性循环 一个事实是 以克莱的投射威胁 他在联盟任何其他球队 他得到一份军薪 3000万下限到 3500万美元的合同 没有问题 但是在勇士 他只值2500万左右上限 勇士遭遇精诚担不起 多个顶心合同 整个框架都太老了 魏金斯和格林 都可以做出自我牺牲 是因为他们都想留在勇士 库里一直拿超级顶心 是因为库里值 是因为联盟规定的 超级顶心只能给这么多 而克莱的定位是什么 保罗的到来 可以是放库里组织压力 可以带动替补年轻人成长 保罗可不会在乎 克莱的面子和数据 他只想赢总冠军 说到底 库里在19年杜兰特离开后 为了维持库汤锥的勇士核心框架 他已经接近全力了 当初怀斯曼被选中后 进入首发 库里没有任何愿意带年轻人 普尔也是如此 甚至普尔可以当着 库里面摔库里的牙套 包括照顾克莱这一点 库里不仅仅扮演兜底的角色 他要团结整个球队 照顾每一个人的心态变化 勇士核心提起坚持到如今 老板甘心缴纳2亿美元奢侈税 还不是因为库里 还是那句话 克莱想留勇士 只能大富奖心 想挣钱 离开勇士 另外东部这边 除了凯尔特人之外 其他球队纷纷陷入泥闹 这其中有一支球队最特别 事情还要从上赛季说起 上赛季常规赛结束后 熊鹿战绩58胜24负 在他们放水了一些场次后 依旧是全联盟唯一一支 胜率超过70%的球队 可以说自从字幕哥成长为联盟顶级球星后 熊鹿在过去4到5年时间里 一支稳居东部前二 这期间他们拿下了21年夏天的总冠军 虽然这期间有很多争议 比如自母哥对欧文的垫脚事件 比如自母哥因半卡培拉 导致自己小腿过度前身 还受伤休战了几场 上赛季季后赛 作为联盟最大争贯热门 熊鹿首轮就1比4不敌热火 这也让巴特勒直接封神 系列赛场局37.6分6.0 篮板4.8助攻 60.9%的投篮命中率 那几场比赛 熊鹿的表现是灾难性的 自母哥撞翻乐福 导致自己受伤 等到自母哥再度回来 球队1比2落后 虽然自母哥后面两场分别 拿到26分和38分 但熊鹿依旧不是热火的对手 成为黑八倍井板 为什么熊鹿季后赛不堪一击 从熊鹿惊下操作说起 自由市场开启后 熊鹿两年4800万美元 需于大洛配资 要知道大洛可是拒绝了 火箭两年5600万的报价 此外四年770万美元 签下58号秀利文斯顿 李奇保罗曾公开喊话 要求其他球队不要选他 胡人想要 但是熊鹿没给这个面子 一年270万美元签下比斯利 此外密德尔顿 三年1.02亿美元续约 包含900万美元奖金 和最后一年的球员选项 另外用一年底信 留住克劳德 签下小洛 熊鹿这些操作 小修小补 有两点值得深思 起义 在当初太阳将保罗送到奇才后 密尔沃基随对记者曾透露 熊鹿对保罗很感兴趣 准确来说 从保罗离开雷霆后 熊鹿就一直想得到保罗 但每一次都无缘 他们是没有太多筹码的 此外熊鹿此前也对罗斯感兴趣 又被挥胸截呼 哈登肥皂剧一直没有答案 此前多家美媒透露 如果熊鹿愿意拿出霍勒迪来还哈登 不排除哈登愿意长留熊鹿的可能性 但是这段留言最终也不了了之 因为熊鹿似乎对哈登也没兴趣 用熊鹿总经理霍斯特的话说 上赛季的失败只是偶然事件 他相信这批球员 说白了熊鹿即便夺冠过 但是小球是加字姆哥 依旧很难有吸引力 难和詹姆斯 杜兰特 库里媲美 此外 字姆哥将在9月份有资格提前续约 他要两个选择 如果是今年续约 最高5年3.04亿美元 如果是名下自由市场开启后再续约 最高5年3.34亿美元 实际上熊鹿整个阵容框架并不差 新自联盟第四 仅次于勇士 快船 太阳三个烧金大户 但是熊鹿有几个关键问题 字姆哥很强 但缺乏投射 米德尔队已经很难胜任二当家角色 身体饱受伤病困扰 霍勒迪是名义上的球队控球核心 但很难在进攻端起于稳定帮助 常规赛场均19分7助攻 季后赛场均18分8助攻 以至于熊鹿非常不擅长打关键时刻的比赛 关键时刻没人得分 可热火系列赛最后两场 不能指望阿伦或者大洛佩兹去解决战斗 凯尔特仍为了弥补霍夫的老区所带来的短板 不惜送走司马特 也要得到波尔金基斯 同时超级顶心锁定布朗 未来5年3.34亿美元锁定塔图姆也只是时间问题 凯尔特仍可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在冲冠 76人鸡飞蛋打 哈里斯科冻年 哈登去一决 整个球队上线最高东部二轮 而作为上赛季总决赛球队的热火 在失去了斯特鲁斯加文森特后 寄希望于全力得到利拉德 但是热火面临的问题是 上赛季热火如果是90分 失去两名后卫 哪怕最终再得到利拉德 况且如果想得到利拉德 热火肯定要拆队 从球队凝聚力到化学反应 可能实力有提升 但失去了洛选秀博明的那种韧技 展望新赛季东部竞争 熊鹿在原地踏步 76人和热火竞争力都在下降 这三支球队起跑线就已经输了 或许像尼克斯 其实会有进一步提升 但短时间内都很难威胁到凯尔特人 对于熊鹿来说 失败一定需要改变 米德尔顿也好 霍勒迪也罢 在字母哥拥有明显短板的情况下 他需要一个真正的稳定帮手 不然21年夺冠有可能成为绝差 况且那一年 熊鹿应得也缺乏说服力 不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